謝謝各位的掌聲 我雖然上台有無數次了 這次的掌聲特別大聲 因為大家通過考試了 我要講的題目是夢想良心 讓世界更安全 我們看右邊那個光頭的小孩 那個是我 光頭還蠻漂亮的 在你跟我生命中的某一個時刻 都會有一個很好的主意跑進我們的腦子 它是那麼的完美 對你是那麼重要 做了以後 你會覺得它改變你的人生 讓你熱血會的夢想 但是在你大腦的深處 後面突然來了一個奇怪的聲音 突然聲音來變大 是啦 是很好的點子 但是我如果去做 我如果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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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摔倒 我跌著狗吃死 當你跌著狗吃死的時候 你會怎麼做 趕快跳起來希望沒人看見 還是你會珍惜這個教訓 在你人生中 有更長的發展 我親愛的主持人 佩蓉小姐 會QR的同仁 還有在那個很高的地方 QR的同仁 南科的同仁 東科的同仁 龍海的同仁 我是不是在下面待得太久了 你在你人生的某一個時候 是不是對你的夢想 永遠勇敢的去跨出那第一步 去踩出去 只要有那第一步的開始 就有無窮的希望 我十歲的時候 個子這麼矮 喜歡看武俠小獸 色雕英雄傳 禮拜六中午放學 我們禮拜六以前上午要上學 在一個武俠小獸店裡面 開始看色雕英雄傳 禮拜天來看 後來沒錢了 我偷家裡的錢 我就拿了老式的龍 雲眼 拿去雲樓賣 小小個子 還跑到鎮上 我在普利鎮 南投縣普利鎮 跑到鎮上最遠的地方 是雲樓去 推開那個城中的大門 個子小 櫃台上的老闆看不見 還要 父親知道了 拿這麼粗的棍子 把棍子都打斷了 那天晚上 母親半夜搖醒我 父親摸到我那個小腿上 血肉模糊的小腿 五十年了 我還記得那個痛 媽媽抱我在懷裡 媽媽跟我說 你很 你沒有做這種胖的事 我們做人 愛我一種心 我今天還記得那個小腿的痛 我今天還記得母親跟我講 做人 要有良心 我的 到聖山去學蓋世武功的夢想 唾妹了 但是我還是記得 射雕一雄傳 我學了江湖上 最厲害的五個人 他們都有鮮明的人物 鮮明的個性 東 西 南 北 中 東 西 西 毒 南 地 北 蓋 中 那麼多年前 金庸 他就了解了2017年 世界而恨盡 也就是這五位 個性鮮明的人 在操縱的人 讓我們看他們吧 東 西 山 土 南 和 地 北 沈 中 敬佩 你看金庸在六十年前就知道 南 特 地 南 地 只差一個字 更神奇的是 他說 吸 毒是什麼樣子 吸 毒 吸 毒 為了 我身材高大 高皮生物 白冷血統 不按排名出牌 你們為中國人的智慧 驕傲嗎 小學看武俠小時候是有用的吧 川普就憑著他的一個電子 在十年前 他開始了一個電視的節目 叫做 你被開除了 You are fire 他利用 你跟我 同樣喜歡 俊男 沒你的心 他讓 這麼多個模特兒 在他面前 互相爭鬥 打架 罵 生氣 失望 然後我們就喜歡看 他的點子 就把他從商業界到演藝界 到政治界 到總統 一個點子 有不限的可能 一千四百年前 在 中國 唐朝的長安 有一個人 他起心動念了 他要去西方 取經 前葬 經過 十八年 到了西方 到了印度 讀到了 學了佛法 學了取了佛經 回到中國 將佛教 重變中國 我幾年前 深受 銜上 偉大精神的 感造 我也去發現 他的路線 從 長安 到 土魯關 到 天山 那是 有一年 我騎車去了 土魯關 火焰山 哇 我才知道 為什麼西遊 寄寫唐山 這樣到 火焰山的時候 要找 鐵山公主 借芭蕉山 因為那一天 五十度 好熱啊 後來 我也跟著他的腳步 經理又跟 另外一些同仁 我們去到了 新疆的最西部 克舍 我們爬天山 過林山到 山後面聰明 後面的河 湖 叫做熱海 叫做伊塞克湖 我們爬過了這個 天山 我有 看到 賢藏一個夢想 我有個起心動念 我們去做 雖然理行不是什麼偉大的事 但是 我還是 讓它成為客人 從 川普 到賢賞 我們看見 你的夢想 只要 有第一步 一步一腳印 就有 無限的可能 你會為你的夢想 去大出第一步吧 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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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會 我敢穿這樣子 覺得好玩吧 我 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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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